立院双引擎现在是韩国瑜跟傅昆琴 那请问一下朱立伦当时怎么对韩国瑜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朱立伦的危机已经开始了 朱立伦现在除了令不出党中央以外 他对国民党在立院的党团也有些控制不住 非但控制不住 况且党团有可能凌驾于朱立伦之上 所以过去很多人讲国民党有双紧情 一个是朱立伦 一个是韩国瑜 一个是傅昆琦 我说国民党向来没有双引擎 原因非常简单 谁能掌握立院才是真正的老爸 因为他的主战场是在立院 那个时候我也分析过 朱立伦在2024大选之后 他应该想想他未来的出路 如果他再做党主席的话 很有可能会弱化国民党 果不其然 我讲的现在通通成真 我们可以说 国民党的双引擎 现在是谁 在立院战场上面 就是韩国瑜跟傅昆琦 可是在地方上面 是侯友宜跟卢秀燕 可是在相关的 在相关的政策议题取消 你还要看 你还要看谁的 你还要看蒋万安的颜色 国民党现在可以说 朱立伦已经处于一个 孤立无援的困境 这个是他的危机 那现在能够勉强听朱立伦的 大概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张善政 张善政就是安排了 不少朱立伦过去的部署 在桃园市政府 所以为什么 在台湾的政治版图中 张善政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 风云人物 原因是在这里 那朱立伦现在 一方面 2024败选之后 他长期建立的 所谓的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因为不当权 慢慢受到了美国的忽视 这个是朱立伦一生 最大的政治投资 现在呢 他的客户 跟他之间渐行渐远 渐行渐远 我知道朱立伦现在去美国 他想要见到 过去想要见的人 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他尊美路线 能不能走得下去 不知道 那其次我们再来讲 他有日 事实上日本对于他来讲 也渐行渐远 那至于说 河中 中国大陆 对于朱立伦 不是没有意见 就是包含 中国大陆 对于朱立伦 要不要出访的问题 都是一个问号连连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对外路线 两岸政策 都应该已经碰壁了 那再回到台湾来说 立院 双引擎 现在是韩国瑜跟傅昆琴 那请问一下 朱立伦当时 怎么对韩国瑜的 要不要接副主席 要不要让韩国瑜出山 朱立伦都考虑再三 这一些 大家似乎都忘了 可是政治人物啊 非常奇怪 就是你过去怎么对我 我现在就用什么方式对你 事实上韩国瑜跟傅昆琴 是他控制不住的 那至于他要争取外援 他的外援就是 侯友宜跟卢秀燕 可是侯友宜跟卢秀燕 对于所谓的选情 对于所谓的党中央的情势 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也很少告诉朱立伦 我们从很多事情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大选结束以后 侯友宜有没有踏进中央党部 卢秀燕 有没有进入中央党部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几乎变成一个冷衙门 这个衙门 很少人去 包含韩国瑜都很少去 除了傅昆琦以外 其他人都很少去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朱立伦现在 已经是沦为 一个背书型的人物 所谓背书 像徐晓星发生什么事 傅昆琦要不要去 就是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包含甲吉动员 甲吉动员那是傅昆琦的责任 绝对不是党中央的责任 可是电话就被打爆 逼得朱立伦不得不表态 这个是过去党主席很少见到的困境 都发生在朱立伦的身上 你再加上你财色的黄复兴 你再加上这些政治人物 对你都有疏离感的时候 我想请问一下 朱立伦现在重人坐在党中央 他的位置坐的稳慢 你再加上蒋万安的市政府 跟你中央党部非常的接近 蒋万安有没有去中央党部 甚至你邀请的时候 这些直辖市长会不会买你的单 都可以打一个问号 那朱立伦这个困境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可以严格的说 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所以现在美国日本对他疏离 中国大陆对他不信任 连自己的党内同志 对朱立伦也进而远之 那朱立伦担任这个党主席 未来他还是要竞选联论 难怪会团出 侯友宜从来没有说 他不选党主席 事实上在这一次大选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 跟党部之间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的几个人 各位去看看他们的风格 几乎把党中央当做了下属单位 从这些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因为朱立伦的诸多政策 也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离心离德 那现在本土派也想集结起来 就是说既然是朱立伦的话 就是干脆我们找侯友宜来干党主席 好 侯友宜一旦干党主席 那国民党就马上就有三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 侯友宜他有提名权 那第二个变数 侯友宜会不会再战2028 那第三个变数 侯友宜坐到这个位置上面 跟其他政治人物 我讲的跟其他政治人物 之间能不能迅速的集结 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 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朱立伦 朱立伦已经没有办法集结 所谓政治势力在国民党党中央之下 侯友宜还有 韩国瑜也有 卢秀燕也有 蒋万安也有 唯独朱立伦坐这个位置 我听地方派系的大佬 直接了当中国家 直接了当中国家 他说朱立伦有时候电话打来 他都不接的 我说为什么 他毕竟是党主席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党主席是为党员服务 党主席你可以有想法 但是朱立伦有一大堆的想法 却没有做法 他说这个是让大家感到非常非常不理解的地方 就是说大家对于朱立伦 他很多的做法都是敬而远之 甚至于他就跟我讲 在选举期间发生的某一些事情 他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就是侯友宜的失败 是侯友宜一个人造成 还是侯友宜一手造成的 他直接告诉我一个答案 你去问朱立伦 你去问朱立伦 感谢观看